位在花莲市福建街上的有名庄福德公 农历七月举办了中原普渡 在主任委员江凤怡号召之下 信众们把普渡的贡品捐给了花莲市的食物银行 市长卫家宴感谢庙方和信众的爱心 也希望有更多公庙或者是社团企业 如果有多余的物资可以捐往食物银行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来申领 位在花莲市主农历的有名庄福德公 农历七月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 担任主任委员的市民代表江凤怡 特别号召信众把普渡品捐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让有急难需求的民众可以受到照顾 我们有名庄福德公在农历的七月十一号 举办中原普渡 那每年我们有名庄福德公 受到主字头附近百姓的供养 那每年普渡都很多桌 那一些热心的民众为了配合市公所 支持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那愿意他们把物资捐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在庙里面跟众委员 我旁边这些都是我们福德公的众委员 一起来把这些捐给需要关怀的人士 希望呢这些我们每天都用得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社会上的关怀户 那也希望呼吁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士 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市长卫家宴特别感谢庙方和信众的爱心 亲自颁发了感谢状 很开心我们的柴米酱 那今天在我们博公庙 那前两天我们刚普渡完 那也要谢谢我们的主任委员 江凤宇主任委员 那也聚集了我们所有信众的一个爱心 所有大德的一个爱心 然后来将我们所有的普渡品 捐赠给我们的食物银行 那刚刚目前现场的一个出估 大概近一百份 那真的要非常谢谢他 那也要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 不管是有最近有在普渡的企业 跟一些我们的一些单位 如果有信众跟一些大德 或是一些同仁有普渡 但是他们没有要把普渡品拿回去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施工所的社劳客 可以做一个联络 都可以捐赠到我们食物银行 帮助有需要的人 将近一百份的普渡公品 内容有沙拉油调味料 罐头、饮料、白米、米粉、面条和饼干 都将存入花莲市食物银行 提供民众来申请领取 而市长魏佳燕也呼吁 有更多的公庙、企业和社团 可以慷慨捐助物资 让全县有急难需求的民众 都可以获得帮忙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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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